這是9月12號到的泰國進口黑獅頭 那這次比較大隻 這次不曉得為什麼要進那麼大隻 所以他在包裝運送過程中 有一些小trouble 那這個問題的話 我比較沒辦法像之前一樣就是 那個 驅從三天是正常流程 可是三天後沒辦法賣 這個大概要拖六天 到一個禮拜 因為他在運送的過程中我受傷啊 那個要給他時間他才會好 所以這批會比較晚 我最少要六天 最少最少的安全期是六天之後才可以賣 那是在運送過程中被ammonia傷到的 所以要給他時間啊 所以這批先拍給你們看 但是處理過後大概要 最少六天才可以開賣 那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很誇張 這個大概14到15公分 很大一隻啊 所以你們有看喜歡的話 你可以先看 但是 這次我處理的時間會比較長 應該要給他時間復原 其他是還好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說這種 要他水傷啊或是ammonia傷到那個要給他時間 他才有辦法好 所以這個是9月12號進的 啊上一批的9月5號在這邊 剩兩支 所以在這邊哦 這是9月5號的哦 這一批哦 9月5號 那這個是9月12號很明顯的大很多 大概是這樣 太好了